成为制作人 是我极致且唯一的理想 除此以外 任何工作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折磨 所以 人生的提中之意 在于用什么样的表情 面对折磨 包谷 你有病吧 你到底要干嘛呀 这是一个家 不和谐 很和谐 对不对 同居 我 我从小到大 除了跟我父母在一起 真正意义地生活过 我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有过这种同居的行为 那所以他 他 他这么一说吧 我就 懵了 男人最看重的是女人新的归宠 其实女人也是一样的 女孩子更容易没有安全感 所以 想让他放心的爱你 就要明确地告诉他 你 是属于他 我 我是你的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你要说一次不行 你就说第二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三次不行就四次 你就磨叽死他 气而不守 见识到底 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属于你 我真的是人生处处是考验的 那你是不是我的世纪衰男 不行不能叫世纪衰男 是不是 这个名字太高调了 我这么低调的人 不行不行 行 好可以可以好 不行 经历过抢占和失聪以后 惠美就有了 PTSD的早期症状 惠美作为一位音乐人 失聪的挫折 让她陷入深刻的自我否定 惠美的病 可能要很久 要不 就送她去 应该去的医院 我不去医院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啊 生病了就应该去医院 就算你是病人 你也不应该纠战雀巢 你住口 我不去医院 我不去医院 没谁让你去医院 咱们不去 滚吧 滚出去 那个让我仰望的人 就像理想一样琢磨不定 靠近她的时候 荆棘遍地 转身逃开 却又会掉进她的怀中 她一次次将我的志向粉碎 又一次次 带我看到她更真实的面孔 许久后我才明白 当我忘掉过去的自己 我已踏入她的电档 她们头发了个字幕 在这一圈里下来 我都发了她的朋友 我都发了她的心情 我都发你了 不变成了 你这一圈里 我都发了她的小孩